问题20的案例3 那这个需求是这样 就是如果今天希望处理一个大量资料 这边的话邮递区 应该是先103再17 然后把这个两个颠倒过来之后呢 写到这边邮区 另外呢 我还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区域的这个名称呢 写到后面并且给他一个刮胡 那该怎么做呢 那方法部分 请各位利用刚刚所讲的 第一个你可以用for回圈 第二个你也可以用fire回圈 两个方法来试试看 那这边的话呢 我试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那邮递区 这个应该是for回圈 执行完毕类似像这样 或者是说用fire回圈 把它执行 在这边 不过你会发现 还是fire回圈还是会卡卡的 那最后再把它跳回去 跳到这边来 一个是用fire回圈 一个是用fire回圈 那撰写的方法的话 我们也一起来稍微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先来看一下for回圈 那基本上for回圈 撰写的方式 跟前面那个差不多 第一个基本上流程 第一个也是你要知道 总共有几列嘛 对不对 那有几列的话 我这边也一样给一个y 那我把那个游标先放在哪里呢 放在a1上面 或者a a冒号a也可以啦 就是一列或者一个出尊格 然后呢 跳到最后一列的位置 取得现在总共有几列 那几列之后的话呢 我就可以给它一个范围 那从第二列到它的这个 总共有几列的尽头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把这一个我要的这个自串 把它组合起来 那组自串特别注意 因为呢 我会取得什么呢 取得这一个储存格里面的自串 那这个自串里面呢 我需要的是 把前面 那前面特别重要 你可以用函数里面的laps laps里面呢 你可以给它怎么呢 两个字 那表达方式的话呢 就是laps 然后呢 我要的是第几个 cells 第几列有没有 然后第几栏的话 是在第三栏 第三栏 取几个字呢 取两个字 那这个结果的话呢 就会先暂时放在哪里呢 放在p1里面 这个变数 那再来的话呢 利用right 去取得什么呢 三个字 那把结果呢 暂时放在p2里面 所以呢 这样子的话呢 p1就是前面两个字 p2的话呢 就是后面三个字 那最后呢 要把结果呢 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依然的 所以输出到哪一栏 这个特别注意 你就给它哪一栏 那当然表达方式的话呢 列在栏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是在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表达 或者你直接的 输入5也可以了 两个方法 看各位 那有时候我习惯呢 直接在这边 用栏的名称呢 将来你在那个 程式的阅读 阅读性上面 会比较高一些些 然后再把这个p2 andp1 and后面的话呢 就是再把什么呢 再把区域名称 那区域名称 特别注意啊 我中间要加上刮符 所以呢 特别注意就是 要把它串接啊 那串接的方法 就是and 一个刮符 前刮符 and呢 里面的资料 and 后面的刮符 那串接之后的话呢 就可以把结果怎么样呢 把它输出到 这个储存壳里面了 那最后 它会自动把结果跑完 OK 那这个是 for回圈的写法 我想各位呢 先试试看 把这个for回圈的部分呢 先试着撰写看看 那写完之后的话呢 也是试着把这个for回圈 改写为坏回圈 OK 把画面已经还给各位 想要试试看